第三边,物权 第一章,通则 第757条,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不得创设 第758条,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而取得,设定,丧失及变根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 第759条,因继承,强制执行,征收,法院之判决或其他非因法律行为,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者,应经登记,使得处分其物权 第759条,不动产物权经登记者,推定登记权利人,释法有此权利 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以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物权之不实而受影响 第760条,删除 第761条,动产物权之让语,非将动产交付,不生效力 但受让人以占有动产者,于让语合一时,即生效力 让语动产物权,而让语人仍继续占有动产者,让语人与受让人间,得定利契约,使受让人因此取得间接占有,以待交付 让语动产物权,如其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让语人得以对于第三人之返还请求权,让语于受让人,以待交付 第762条,同一物之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归属于一人者,其他物权因混同而消灭 第763条,所有权以外之物权,即以该物权为标地物之权利,归属于一人者,其权利因混同而消灭 前条但书之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764条,物权处法律另有规定外,因抛弃而消灭 前项抛弃,第三人有以该物权为标地物之其他物权或于该物权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经该第三人同意,不得为之 抛弃动产物权者,并应抛弃动产之占有 第二章,所有权 第一节,通则 第765条,所有人,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前涉 第766条,物质成分及其天然滋稀,于分离后,处法律另有规定外,仍属于其物之所有人 第767条,所有人对于无权战友或侵夺其所有物者,得请求返还之 对于防害其所有权者,得请求除去之 有防害其所有权之余者,得请求防止之 前项规定,于所有权以外之物权,准用之 第768条,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间和平 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之洞产者,取得其所有权 第768条,以所有之意思,五年间和平 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之洞产,而其占有之使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取得其所有权 第769条,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间和平 公然,继续占有他人为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 第771条,占有他人为登记之不动产,而其占有之使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 第771条,占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权之取得时效中断 第771条,占有他人为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之不动产 第771条,变为不以所有之意思而占有 2,变为非和平或非公然占有 3,自行终止占有 4,非基于自己之意思而丧失其占有 但依第949条或第962条规定,回复其占有者,不在此限 1,第767条规定起诉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者,占有人之所有权取得时效一因而中断 第772条,前五条之规定 第772条,前五条之规定,于所有权以外财产权之取得,准用之 与以登记之不动产,一同 第二节,不动产所有权 第773条,土地所有权,除法令有限制外,于其行使有利益之范围内,及于土地之上下 如他人之前设,无碍其所有权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 第774条,土地所有人经营事业或行使其所有权,应注意防免林地之损害 第775条,土地所有人不得防阻由林地自然流至之水 自然流至之水为林地所必须者,土地所有人纵因其土地利用之必要,不得防阻其全部 第776条,土地因蓄水、排水或饮水所设之工作物 破溃、破溃、阻塞、至损害及于他人之土地,或有至损害之余者,土地所有人应以自己之费用,为必要之修缮、疏通或预防 但其费用之负担,另有习惯者,从其习惯 第777条,土地所有人不得设置屋檐、工作物或其他设备,使于水或其他液体植住于乡林之不动产 第778条,水流如因事变在林地阻塞,土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费用,为必要疏通之公式 但林地所有人受有利益者,应按其受益之程度,负担相当之费用 前项费用之负担,另有习惯者,从其习惯 第779条,土地所有人因使进水之地干涸,或排泄家用或其他用水,以至河渠或沟道 得使其水通过林地 但应则于林地损害最少之处所及方法为之 前项情形,有通过权之人对于林地所受之损害,应支付偿金 前二项情形,法令另有规定或另有习惯者,从其规定或习惯 第一项但书之情形,林地所有人有异议时,有通过权之人或异议人得请求法院以判决定之 第780条,土地所有人因使其土地之水通过,得使用林地所有人所设置之工作物 但应按其受益之程度,负担该工作物设置及保存之费用 第781条,水源地,井,沟渠及其他水流地之所有人得自由使用其水 但法令另有规定或另有习惯者,不在此限 第782条,水源地或井之所有人对于他人因公事杜绝,减少或污染其水者,得请求损害赔偿 如其水为饮用或利用土地所必要者,并得请求回复原状,其不能为全部回复者,人应于可能范围内回复之 前项情形,损害非因故意或过失所致,或被害人有过失者,法院得减轻赔偿金额或免除之 第783条,土地所有人因其家用或利用土地所必要,非以过拒之费用及劳力不能得水者,得支付长金 第784条,水流地对岸之土地属于他人时,水流地所有人不得变更其水流或宽度 两岸之土地均属于水流地所有人,其所有人得变更其水流或宽度 但应留下游自然之水路 前二项情形,法令另有规定或另有习惯者,从其规定或习惯 第785条,水流地所有人有设宽之必要者,得使其宽妇着于对岸 但对于因此所生之损害,应支付长金 对岸地所有人于水流地之一部属于其所有者,得使用前项之宽 但应按其受益之程度,负担该验设置及保存之费用 前二项情形,法令另有规定或另有习惯者,从其规定或习惯 第786条,土地所有人非通过他人之土地,不能设置电线,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线 或虽能设置而须费过拒者,得通过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设置之 但应则其损害最少之处所及方法为之,并应支付长金 依前项之规定,设置电线,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线后,如情事有变更时,他土地所有人得请求变更其设置 前项变更设置之费用,由土地所有人负担 但法令另有规定或另有习惯者,从其规定或习惯 第779条第四项规定,于第一项但书之情形准用之 第787条,土地因与公路无事已知联络,只不能为通常使用时,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一行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围地已知公路 前项情形,有通行全人应于通行必要之范围内,则其周围地损害最少之处所及方法为之,对于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损害,并应支付长金 第779条,第779条,第779条第4项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788条,有通行全人于必要时,得开设道路 但对于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损害,应支付长金 前项情形,如致通行地损害过拒者,通行地所有人得请求有通行全人以相当之价额购买通行地及因此形成之机灵地,其价额由当事人协议定之,不能协议者,得请求法院以判决定之 第789条,因土地移不知让与或分割,而与公路无事以之联络,只不能为通常使用者,土地所有人因至公路,仅得通行受让人或让与人或他分割人之所有地 树中土地同属于一人所有,让与其一步或同时分别让与树人,而与公路无事以之联络,只不能为通常使用者,一同 前项情形,有通行全人,无需支付长金 第790条,土地所有人得禁止他人侵入其地内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线 一,他人有通行全者 二,依地方习惯,任他人入其位设为杖之田地,牧场,山林依取杂草,采取枯枝枯干,或采集野生物,或放牧牲畜者 第791条,土地所有人,遇他人之物品或动物偶置其地内 这,应许该物品或动物之占有人或所有人入其地内,巡查取回 前项情形,土地所有人受有损害者,得请求赔偿 于未受赔偿前,得留置其物品或动物 第792条,土地所有人因林地所有人在其地界或近旁,营造或修缮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有使用其土地之必要,应许林地所有人使用其土地 但因而受损害者,得请求偿金 第793条,土地所有人于他人之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有瓦斯,蒸汽,臭气,烟气,热气,灰血,喧嚣,震动及其他与此相类者侵入时,得禁止之 但其侵入轻微,或按土地形状,地方习惯,认为相当者,不在此线 第794条,土地所有人开掘土地或为建筑时,不得因此使林地之地基动摇或发生危险,或使林地之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受其损害 第795条,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之全部,或一步有倾倒之危险,至林地有受损害之余者,林地所有人,得请求为必要之预防 第796条,土地所有人建筑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于月地界者,林地所有人如知其月界而不及提出异议,不得请求一去或便跟其房屋 但土地所有人对于林地因此所受之损害,应支付偿金 前项情形,林地所有人得请求土地所有人,以相当之价额购买月界部分之土地及因此形成之基灵地,其价额由当事人协议定之,不能协议者,得请求法院以判决定之 第796之一条,土地所有人建筑房屋于月地界,林地所有人请求移去或变更时,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当事人利益,免为全部或一步之移去或变更 但土地所有人故意于月地界者,不是用之 前条第一项淡书及第二项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796之二条,前二条规定,于具有与房屋价值相当之其他建筑物准用之 第797条,土地所有人遇林地植物之之根有于月地界者,得向植物所有人,请求于相当期间内溢除之 植物所有人不于前向期间内溢除者,土地所有人得意取月界之之根,并得请求偿还因此所生之费用 月界植物之之根,如于土地之利用无妨害者,不是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798条,果实自落于林地者,视为属于林地所有人 但林地为公用地者,不在此线 第799条,称区分所有建筑物者,为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专有其一部,就专有部分有单独所有权,并就该建筑物及其附属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筑物 前向专有部分,只区分所有建筑物在构造上及使用尚可独立,且得单独为所有权之标的者 共有部分,只区分所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部署于专有部分之附属物 专有部分得经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规约之约定供区分所有建筑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共有部分处法律另有规定外,得经规约之约定供区分所有建筑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区分所有人就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应有部分,依其专有部分面积与专有部分总面积之比例定之 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 专有部分与其所属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权利,不得分离而为以转或设定负担 第799之一条,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之修善费及其他负担,由各所有人按其应有部分分担之 但规约另有约定者,不在此线 前项规定,于专有部分经依前条第三项之约定供区分所有建筑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者,准用之 规约之内容依区分所有建筑物之专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积,使用目的,利用状况,区分所有人以否支付对价及其他情势,按其情形显示公平者 不同意之区分所有人得于规约成立后三个月内,请求法院撤销之 区分所有人间依规约所身之权利益物,既受人应受拘束,其依其他约定所身之权利益物,特定既受人对于约定之内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一同 第799-2条 同一建筑物属于同一人所有,经区分为数专有部分登记所有权者 准用第799-3条规定 第800-3条 第799-3条情形 其专有部分之所有人,有使用它专有部分所有人正中宅门之必要者,得使用之 但另有特约或另有习惯者,从其特约或习惯 因前项使用,至它专有部分之所有人受损害者,应支付偿金 第800-1条 第774条至前条规定 于地上权人,农育权人,不动产一权人,点权人,成租人,其他土地,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准用之 第三节,动产所有权 第801条 动产之受让人占有动产,而受关于占有规定之保护者 纵让与人无以转所有权之权利,受让人仍取得其所有权 第802条 以所有之意思,占有无主之动产者,处法令令有规定外,取得其所有权 第803条 实得遗失物者应从速通知遗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领权之人或报告警察,自治机关 报告时,应将其物一并交存 但于机关,学校,团体或其他公共场所实得者,亦得报告于各该场所之管理机关,团体或其负责人,管理人,并将其物交存 前项受报告者,应从速于遗失物实得地或其他适当处所,以公告,广播或其他适当方法招领之 第804条 依前条第一项为通知或依第二项由公共场所之管理机关,团体或其负责人,管理人为招领后,有受领权之人位于相当期间任领时,实得人或招领人应将实得物交存于警察或自治机关 警察或自治机关任员招领之处所或方法不是当时,得再为招领之 第805条 以失物自通知或最后招领之日期六个月内,有受领权之人认领时,实得人,招领人,警察或自治机关,于通知,招领及保管之费用受偿后,应将其物返还之 有受领权之人认领一失物时,实得人得请求报酬 但不得超过其物财产上价值十分之一,其不具有财产上价值者,实得人亦得请求相当之报酬 有受领权人依前项规定给付报酬显示公平者,得请求法院减扫或免除其报酬 第二项报酬请求权,因六个月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一项费用之支出者获得请求报酬之时得人,在其费用或报酬未受清偿前,就该以失物有留置权,其权利人有数人时,以失物占有人事为为全体权利人占有 第805之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请求前条第二项之报酬 一、在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或公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其管理人或受雇人时得遗失物 二、时得人未于7日内通知,报告或交存时得物,或经查询人隐匿其时得遗失物之四时 三、有受领权之人为特殊境遇家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依法接受疾难救助,灾害救助,或有其他急迫情事者 第806条,时得物易于腐坏或其保管虚费过拒者,招领人,警察或自治机关得为拍卖或竟已是嫁便卖之,保管其嫁金 第807条,遗失物自通知或最后招领之日起于六个月,未经有受领权之人认领者,由时得人取得其所有权 警察或自治机关并应通知其领取遗失物或卖得之嫁金,其不能通知者,应公告之 时得人于受前向通知或公告后三个月内未领取者,其物或卖得之嫁金归属于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团体 第807之一条,遗失物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者,时得人应从速通知遗失人,所有人或其他有受领权之人 其有第803条第一项淡书之情形者,亦得依该条第一项淡书及第二项规定办理 前项遗失物于下列期间未经有受领权之人认领者,由时得人取得其所有权或变卖之嫁金 1. 自通知或召领之日起于15日 2. 不能依前项规定办理,自时得日起于一个月 第805条至前条规定,于前二项情形准用之 第808条,发建埋藏物而占有者,取得其所有权 但埋藏物系在他人所有之动产或不动产中发建者,该动产或不动产之所有人与发建人,各取得埋藏物之半 第809条,发建之埋藏物足弓学术、艺术、考古或历史之资料者,其所有权之归属,依特别法之规定 第810条,时得漂流物、审默物或其他因自然力而脱离他人占有之物者,准用关于时得遗失物之规定 第811条,动产因复合而为不动产之重要成分者,不动产所有人,取得动产所有权 第812条,动产与他人之动产复合,非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虚费过去者,各动产所有人,按其动产复合时之价值,共有何成物? 前项复合之动产,有可视为主物者,该主物所有人,取得合成物之所有权 第813条,动产与他人之动产混合,不能识别,或识别虚费过去者,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814条,加工于他人之动产者,其加工物之所有权,属于材料所有人 但因加工所增之价值者,其加工物之所有权,属于加工人 第815条,依前四条之规定,动产之所有权消灭者,该动产上之其他权利,一同消灭 第816条,因前五条之规定而受损害者,得依关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偿还价额 第4节,共有 第817条,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于一物有所有权者,为共有人 各共有人之应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为均等 第818条,各共有人,除契约令有约定外,按其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权 第819条,各共有人,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 共有物之处分,变更,及设定负担,应得共有人全体之同意 第820条,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约令有约定外,应以共有人过半数及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但其应有部分合计于三分之二者,其人数不予计算 依前项规定之管理显示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申请法院以才定变更之 前二项锁定之管理,因情势变更难以继续时,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申请,以才定变更之 共有人依第一项规定为管理之决定,有故以或重大过失,致共有人受损害者,对不同意之共有人连代付赔偿责任 共有物之简易修缮及其他保存行为,得由各共有人单独为之 第821条,各共有人对于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为本于所有权之请求 但回复共有物之请求,仅得为共有人全体之利益为之 第822条,共有物之管理费及其他负担,除契约令有约定外,应由各共有人按其应有部分分担之 共有人中之一人,就共有物之负担为之负,而于其所应分担之部分者,对于其他共有人得按其各应分担之部分,请求偿还 第823条,各共有人,处法令令有规定外,得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弃约定有部分割之其限者,不在此线 前项约定不分割之其限者,不得于五年,与五年者,缩短为五年 但共有之不动产,其器约定有管理之约定时,约定不分割之其限,不得于三十年,与三十年者,缩短为三十年 前项情形,如有重大事由,共有人仍得随时请求分割 第824条,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协议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协议决定,或于协议决定后因消灭时效完成经共有人拒绝旅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请求,命为下列之分配 1. 以原物分配于各共有人 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险有困难者,得将原物分配于部分共有人 2. 原物分配险有困难时,得变卖共有物,以嫁金分配于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于各共有人,他部分变卖,以嫁金分配于各共有人 3. 以原物为分配时,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应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钱补偿之 4. 以原物为分配时,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维持共有 4. 共有人相同之数不动产,处法令另有规定外,共有人得请求合并分割 5.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邻数不动产,各该不动产均聚应有部分之共有人,经各不动产应有部分过半数共有人之同意,得适用前项规定,请求合并分割 5. 但法院任何并分割为不适当者,仍分别分割之 5. 变卖共有物时,除买受人为共有人外,共有人有依相同条件优先承买之权,有二人以上院优先承买者,以抽签订之 6. 第824之一条,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发生时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权 7. 应有部分有抵押权或执权者,其权力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响 7.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权力移存于抵押人或出智人所分得之部分 7. 权力人同意分割 8. 权力人以参加共有物分割诉讼 8. 权力人经共有人告知诉讼而未参加 8. 前项但书情形,予以价金分配或以金钱补偿者,准用第881条第一项,第二项或第899条第一项规定 9. 前条第三项之情形,如为不动产分割者,应受补偿之共有人,就其补偿金额,对于补偿义物人所分得之不动产,有抵押权 9. 前项抵押权应于办理共有物分割登记时,一并登记,其次序优先于第二项但书之抵押权 9. 第825条,各共有人,对于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应有部分,赋予出卖人同意之担保责任 9. 第826条,共有物分割后,各分割人应保存其所得物之证书 9. 共有物分割后,关于共有物之证书,规取得最大部分之人保存之 9. 无取得最大部分者,由分割人协议定之 9. 不能协议决定者,得申请法院指定之 9. 各分割人,得请求使用他分割人所保存之证书 9. 第826之一条,不动产共有人兼关于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约定 9. 或依第820条第一项规定所为之决定,于登记后,对于应有部分之受让人或取得物权之人,具有效力 9. 其有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经登记后,一同 9. 动产共有人兼就共有物为前项之约定,决定或法院所为之裁定,对于应有部分之受让人或取得物权之人,以受让或取得时之息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为限,以具有效力 9. 共有物应有部分让与时,受让人对让与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父丹连代父亲常责任 9. 第827条,依法律规定,习惯或法律行为,成义公同关系之数人,基于其公同关系,而共有一物者,为公同共有人 9. 前项依法律行为,成立之公同关系,以有法律规定或习惯者为限 9. 各公同共有人之权利,及于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9. 第828条,公同共有人之权利义务,依其公同关系所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为或习惯定之 9. 第820条,第821条及第826条之一规定,于公同共有准用之 9. 公同共有物之处分及其他之权利行使,处法律令有规定外,应得公同共有人全体之同意 9. 第829条,公同关系存续中,各公同共有人,不得请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 9. 第830条,公同共有之关系,自公同关系终止,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让与而消灭 9. 公同共有物之分割,处法律令有规定外,准用关于共有物分割之规定 9. 第831条,本节规定,于所有权以外之材产权,由数人共有或公同共有者准用之 9. 第831条,本节规定,于所有权以外之材产权,由数人共有或公同共有者准用之 9. 第3章,第上权 9. 第1节,普通地上权 9. 第832条,称普通地上权者,未已在 9. 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权 9. 第833条,删除 9. 第833之一条,第上权未定有其限者,存需其兼于20年或第上权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时,法院得因当事人之请求,斟酌第上权成立之目的 9. 建筑物或工作物之种类,性质及利用状况等情形,定其存需其兼或终止其地上权 9. 第833之二条,以公共建设为目的而成立之地上权,未定有其限者,以该建设使用目的完毕时,视为地上权之存需其限 9. 第834条,地上权无支付地租之约定者,地上权人得随时抛弃其权利 9. 第835条,地上权定有其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约定者,地上权人得支付未到其支三年分地租后,抛弃其权利 9. 地上权未定有其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约定者,地上权人抛弃全力时,应于一年前通知土地所有人,或支付未到其支一年分地租 9. 因不可规则于地上权人之事由,至土地不能达元来使用之目的时,地上权人于支付前二项地租两分之一后,得抛弃其权利 9. 其因可规则于土地所有人之事由,至土地不能达元来使用之目的时,地上权人亦得抛弃其权利,并免支付地租 第835之一条,地上权设定后,因土地价值之升降,依原定地租给付显示公平者,当事人得请求法院增减之 未定有地租之地上权,如因土地之负担增加,非当时所得预料,仍无常使用显示公平者,土地所有人得请求法院着定其地租 第836条,地上权人积欠地租达二年之总额,除令有习惯外,土地所有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地上权人支付地租,如地上权人于其限内部为支付,土地所有人得终止地上权 地上权经设定抵押权者,并应同时将该催告知四十通知抵押权人 地租之约定经登记者,地上权让与时,前地上权人积欠之地租应并同计算 受让人就前地上权人积欠之地租,应与让与人连代父亲长责任 第一项终止,应向地上权人以一死表示为之 第836之一条,土地所有权让与时,以御父之地租,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836之二条,地上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土地之使用收益 为约定使用方法者,应依土地之性质为之,并均应保持其得永续利用 前项约定之使用方法,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836之三条,地上权人违反前条第一项规定,经土地所有人阻止而仍继续为之者,土地所有人得终止地上权 地上权精设定抵押权者,并应同时将该阻止之四十通知抵押权人 第837条,地上权人,纵因不可抗力,妨碍其土地之使用,不得请求免除或减少租金 第838条,地上权人得将其权利让与他人或设定抵押权 但契约另有约定或另有习惯者,不在此线 前项约定,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地上权与其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不得分离而围让与或设定其他权利 第838之一条,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同属于一人所有,因强制执行之拍卖 其土地与建筑物之拍定人各一时,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其地租,其间集犯为由当事人协议定之,不能协议者,得请求法院已判决定之 其仅以土地或建筑物为拍卖时,一同 前项地上权,因建筑物之灭尸而消灭 第839条,地上权消灭时,地上权人得取回其工作物 但应回复土地原状 地上权人不予地上权消灭后一个月内取回其工作物者,工作物归属于土地所有人 其有碍于土地之利用者,土地所有人得请求回复原状 地上权人取回其工作物前,应通知土地所有人 土地所有人愿以实价购买者,地上权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 第840条,地上权人之工作物为建筑物者,如地上权因存需其兼借满而消灭 地上权人得于其兼借满前,定一个月以上之期间,请求土地所有人按该建筑物之时价为补偿 但契约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 土地所有人拒绝地上权人前向补偿之请求或于其兼内部为确达者,地上权之其兼应着量延长之 地上权人不愿延长者,不得请求前向之补偿 第一项知识价不能协议者,地上权人或土地所有人得申请法院裁定之 土地所有人不愿依裁定之时驾补偿者,适用前项规定 依第二项规定言长期兼者,其兼有土地所有人与地上权人协议定之,不能协议者,得请求法院斟酌建筑物与土地使用之利益,以判决定之 前向其兼建筑物与土地所有人与地上权人协议者外,不适用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 第841条,地上全部因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之灭尸而消灭 第841之一条,称区分地上权者,为以在他人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间范围内设定之地上权 第841之二条,区分地上权人得与其设定之土地上下有使用,收益权利之人,约定相互间使用收益之限制 其约定未经土地所有人同意者,与使用收益权消灭时,土地所有人不受该约定之拘束 前向约定,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841之三条,法院依第840条第四项定区分地上权之期间,足以影响第三人之权利者,应并斟酌该第三人之利益 第841之四条,区分地上权依第840条规定,以时价补偿或延长期间,足以影响第三人之权利时,应对该第三人为相当之补偿 第841之五条,补偿之数额已协议定之,不能协议时,得申请法院裁定之 第841之五条,同意土地有区分地上权予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同时存在者,其后设定物权之权利行使,不得妨害先设定之物权 第841之六条,区分地上权,除本节令有规定外,准用关于普通地上权之规定 第四章,删除 第842条,删除 第843条,删除 第848条,删除 第849条,删除 第850条,删除 第4章之一,农育权 第850条,删农育权者,位在他人土地为农作、森林、养殖、畜牧、种植竹木或保育之权 农育权之期限,不得余二十年,余二十年者,缩短为二十年 但以造林,保育为目的或法令令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第850条,农育权未定有其限时,除以造林,保育为目的者外,当事人得随时终止之 前项终止,应于六个月前通知他方当事人 第833条之一规定,于农育权已造林,保育为目的而未定有其限者准用之 第850条,农育权人得将其权利让与他人或设定抵押权 但契约另有约定或另有习惯者,不在此限 前项约定,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农育权与其农育工作物不得分离而围让与或设定其他权利 第850之四条,农育权有支付地租之约定者 农育权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减少或权无时 得请求检免其地租或变根源约定土地使用之目的 前项情形,农育权人不能依缘约定目的使用者 当事人得终止之 前项关于土地所有人得行使终止权之规定 于农育权无支付地租之约定者,准用之 第850之五条,农育权人不得将土地或农育工作物出租于他人 但农育工作物之出租另有习惯者,从其习惯 农育权人违反前项规定者,土地所有人得终止农育权 第850之六条,农育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方法 为土地之使用收益,未约定使用方法者 应依土地之性质为之,并均应保持其生产力获得永续利用 农育权人违反前项规定,经土地所有人阻止而仍继续为之者 土地所有人得终止农育权 农育权经设定抵押权者,并应同时将该阻止之四十通知抵押权人 第850之七条,农育权消灭时,农育权人得取回其土地上支出产物及农育工作物 第839条规定,于前项情形准用之 第一项支出产物未及收获而土地所有人又不愿以实价购买者 农育权人得请求延长农育权期间支出产物可收获时为止 土地所有人不得拒绝 但延长之期限,不得余六个月 第850之八条 农育权人得为增加土地生产力或使用便利之特别改良 农育权人将前项特别改良事项及费用数额 以书面通知土地所有人 土地所有人于收受通知后不及违反对之表示者 农育权人于农育权消灭时 得请求土地所有人返还特别改良费用 但以其现存之增价额为限 前项请求权 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850之9条 第834条 第835条 第一项 第二项 第835条 之一至第836条 之一 第836条 之二 第二项规定 于农育权准用之 第五章 不动产益权 第851条 称不动产益权者 为以他人不动产供自己不动产通行 集水 采光 眺望 电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为目的之权 第851之一条 同一不动产上有不动产益权予以使用收益为目的之物权同时存在者 其后设定物权之权利行使 不得妨害先设定之物权 第852条 不动产益权因时效而取得者 以继续并表见者为限 前向情形 须以不动产为共有者 共有人中一人之行为 或对于共有人中一人之行为 为他共有人之利益 一生效力 向行使不动产益权取得时效之各 共有人为中断时效之行为者 对全体共有人发生效力 第853条 不动产益权不得由虚异不动产分离而为让与 或为其他权力之标地物 第854条 不动产益权人因行使或维持其权利 得为必要支付随行为 但应则于公益不动产损害最少之处所及方法为之 第855条 不动产益权人因行使权利而为设置者 有违持其设置之义务 其设置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提供者 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于无碍不动产益权行使之范围内 得使用前项之设置 并应按其受益之程度 分担维持其设置之费用 第855条 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或不动产益权人因行使不动产益权之处所或方法有变根之必要 而不慎妨碍不动产益权人或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权利之行使者 得以自己之费用 请求变根之 第856条 虚益不动产经分割者 其不动产益权为各部分之利益仍为存续 但不动产益权之行使 依其性质只关于虚益不动产之一部分者 仅就该部分仍为存续 第857条 公益不动产经分割者 不动产益权就其各部分仍为存续 但不动产益权之行使 依其性质只关于公益不动产之一部分者 仅对于该部分仍为存续 第858条 删除 第859条 不动产益权之全部或一部无存续之必要时 法院因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之请求 得救其无存续必要之部分 宣告不动产益权消灭 不动产益权 不动产益权因须亦不动产灭失或不堪使用而消灭 第859之一条 不动产益权 不动产益权人所为之设置 准用第839条规定 第859之2条 第834条至第836条 第836条之3规定 于不动产益权准用之 第859之3条 基于已使用收益为目的 知物权或租赁关系 而使用虚异 不动产者 亦得为该不动产设定 不动产益权 前项不动产益权 因已使用收益为目的 知物权或租赁关系之 消灭而消灭 第859之4条 不动产益权 亦得就自己之 不动产设定之 第859之5条 第851条至第859条 之2规定 于前二条准用之 第六章 抵押权 第一节普通抵押权 第860条 称普通抵押权者 为债权人对于债务人 或第三人不宜转占有 而供其债权担保之 不动产 得就该不动产卖 得嫁金优先受偿之权 第861条 第861条 抵押权所担保者 违援债权 利息 持延利息 违约金及实行 抵押权之费用 但契约令有 约定者 不在此限 得优先受偿之利息 持延利息 一年或不及一年定期 给付之违约金债权 以于抵押权人实行 抵押权申请强制执行 前五年内发生 及于强制执行程序中 发生者违宪 第862条 抵押权之效力 及于抵押物资从物与从权利 第三人于抵押权设定前 就从物取得之权利 不受前项规定之影响 以建筑物为抵押者 其附加于该建筑物 而不具独立性之部分 亦为抵押权效力所及 但其附加部分为独立之物 如细于抵押权设定后 附加者准用第877条之规定 第862之一条 抵押物灭失之残余物 仍为抵押权效力所及 抵押物资成分 非依物之通常用法而分离成为独立之 动产者 一同 前项情形 抵押权人得请求占有该残余物或动产 并依职权之规定 行使其权利 第863条 抵押权之效力 急于抵押物扣押后 自抵押物分离 而得由抵押人 收取之天然之息 第864条 抵押权之效力 急于抵押物扣押后 抵押人就抵押物 得收取之法定之息 但抵押权人 非以扣押押押物之事情 通知英卿常法定资息之义物人 不得与之对抗 第865条 不动产所有人 因担保数债权 就同一不动产 设定数抵押权者 其次序一登记之先后定之 第865条 第866条 不动产所有人设定抵押权后 于同一不动产商 得设定地上权 或其他已使用收益 为目的之物权 或成立租赁关系 但其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 前项情形 抵押权人实行抵押权受有影响者 法院得除去该权利 或终止该租赁关系后拍卖之 不动产所有人设定抵押权后 于同一不动产商 成立第一项以外之权利者 准用前项之规定 第867条 不动产所有人设定抵押权后 得将不动产让与他人 但其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 第868条 抵押之不动产如经分割 或让与其一步 或担保一债权之数不动产 而以其一让与他人者 其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 第869条 以抵押权担保之债权 如经分割或让与其一步者 其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 前项规定 于债务分割或承担 其一步时适用之 第870条 抵押权不得由债权分离而为让与 或为其他债权之担保 第870之一条 同一抵押物有多数抵押权者 抵押权人得以下列方法调整 其可优先受长支分配额 但他抵押权人之利益不受影响 1. 为特定抵押权人之利益 让与其抵押权之次序 2. 为特定后次序抵押权人之利益 抛弃其抵押权之次序 3. 为全体后次序抵押权人之利益 抛弃其抵押权之次序 前向抵押权次序之让与或抛弃 非经登记 不生效力 并应于登记前 通知债务人 抵押人及共同抵押人 因第一项调整而受利益之抵押权人 亦得实行调整前次序再先之抵押权 调整优先受长分配额时 其次序再先之抵押权所善保之债权 如有第三人之不动产为同一债权之善保者 在应调整后增加负担之限度内 以该不动产为标的物之抵押权消灭 但经该第三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870之二条 调整可优先受长分配额时 其次序再先之抵押权所善保之债权 有保证人者 于因调整后所示优先受长之利益限度内 保证人免其责任 但经该保证人同意调整者 不在此限 第871条 抵押人之行为 阻使抵押物资价值减少者 抵押权人得请求停止其行为 如有急迫之情势 抵押权人得自为必要之保全处分 因前向请求或处分所生之费用 由抵押人负担 其受长次序优先于各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 第872条 抵押物资价值因可规则于抵押人之市由至减扫时 抵押权人得定相当期限 请求抵押人回复抵押物资原状 或提出与减扫价额相当之担保 抵押人不于前向锁定期限内履行抵押权人之请求时 抵押权人得定相当期限 请求债务人提出与减扫价额相当之善保 借其不提出者 抵押权人得请求清长期债权 抵押物资价值因不可规则于抵押人之市由至减扫着 抵押权人仅于抵押人因此所受利益之限度内 请求提出善保 第873条 抵押权人 于债权已借清长期 而未受清长者 得申请法院 拍卖抵押物 就其卖得价金而受清长 第873之一条 约定于债权已借清长期而未为清长时 抵押物之所有权已属于抵押权人者 非经登记 不得对抗第三人 抵押权人 请求抵押人为抵押物所有权之已转时 抵押物价值超过担保债权部分 应返还抵押人 不足清长担保债权者 仍得请求债务人清长 抵押物价值超过担保债权 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权已转于抵押权人前 得清长抵押权单保之债权 以消灭该抵押权 第873之二条 抵押权人实行抵押权者 该不动产上之抵押权 因抵押物之拍卖而消灭 前项情形 抵押权所善保之债权 有未借清长期者 于抵押物拍卖得受清长之范围内 视为到期 抵押权所善保之债权 未定清长期或清长期尚未借制 而拍定人或承受抵押物之债权 人申明愿在拍定或承受之抵押物价 抵押范围内清长债务 经抵押权人同意者 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874条 抵押物卖得支架金 处法律另有规定外 按个抵押权成立之次序分配之 其次序相同者 依债权额比例分配之 第875条 为同一债权之担保 余数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 而未限定各个不动产所负担之金额者 抵押权人得就各个不动产卖得支架金 受债权全部或一部之清长 第875条 为同一债权之担保 各抵押物对债权分担之金额 依下列规定计算之 1. 未限定各个不动产所负担之金额时 一个抵押物价值之比例 2. 已限定各个不动产所负担之金额时 一个抵押物所限定负担金额之比例 3. 仅限定部分不动产所负担之金额时 一个抵押物所限定负担金额 与未限定负担金额之各抵押物价值之比例 计算前向第二款 第三款分担金额时 各抵押物所限定负担金额较抵押物价值为高者 以抵押物之价值为准 第875-3条 未同一债权之担保 余数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者 在抵押物全部或部分同时拍卖 而其卖得价金超过所担保之债权额时 经拍卖之各抵押物对债权分担金额之计算 准用前条之规定 第875-4条 未同一债权之担保 余数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者 在各抵押物分别拍卖时 适用下列规定 一、经拍卖之抵押物为债务人以外之第三人所有 而抵押权人就该抵押物卖得价金受偿之债权额超过其分担额时 该抵押物所有人就超过分担额之范围内 得请求其余为拍卖之其他第三人偿还其供善保抵押物应分担之部分 并对该第三人之抵押物以其分担额为限 承受抵押权人之权利 但不得有害于该抵押权人之利益 二、经拍卖之抵押物为同一人所有 而抵押权人就该抵押物卖得价金受偿之债权额超过其分担额时 该抵押物之后次序抵押权人就超过分担额之范围内 对其余为拍卖之同一人供善保之抵押物 承受实行抵押权人之权利 但不得有害于该抵押权人之利益 第876条 设定抵押权时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 同属于一人所有 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为抵押者 于抵押物拍卖时 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 其地租 其间集贩为由当事人协议定之 不能协议者 得升请法院以判决定之 设定抵押权时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 同属于一人所有 而以土地及建筑物为抵押者 如今拍卖 其土地与建筑物之拍定人各一时 适用前项之规定 第877条 土地所有人于设定抵押权后 在抵押之土地上营造建筑物者 抵押权人于必要时 得于强制执行程序 终生请法院将其建筑物与土地并赴拍卖 但对于建筑物之嫁金 无忧先受清偿之权 前项规定 于第866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之情形 如抵押之不动产上 有该权利人或经其同意使用之人之建筑物者 准用之 第877之一条 已建筑物设定抵押权者 于法院拍卖抵押物时 其抵押物存在所必要之权利得让 于者应并赴拍卖 但抵押权人对于该权利卖得之嫁金 无忧先受清偿之权 第878条 抵押权人于债权清偿其借满后 未受清偿 得定利契约 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权 或用拍卖以外之方法 处分抵押物 但有害于其他抵押权人之利益者 不在此线 第879条 为债务人设定抵押权之第三人 代为清偿债务 或因抵押权人实行抵押权制 施抵押物之所有权时 该第三人于其清偿之限度内 承受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之债权 但不得有害于债权人之利益 债务人如有保证人时 保证人应分担之部分 依保证人应付之履行则任与 抵押物之价值或限定之金额比例定之 抵押物之担保债权额少于 抵押物之价值者 应以该债权额为准 前项情形 抵押人就超过其分担额之范围 得请求保证人偿还其应分担部分 第879之一条 第三人为债务人设定抵押权时 如债权人免除保证人之保证责任者 于前条第二项保证人应分担部分之限度内 该部分抵押权消灭 第880条 以抵押权担保之债权 其请求权以因时效而消灭 如抵押权人 于消灭时效完成后 五年间不实行其抵押权者 其抵押权消灭 第881条 抵押权除法律令有规定外 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 但抵押人因灭失得受赔偿或其他利益者 不在此限 抵押权人对于前向抵押人所得行 使之赔偿或其他请求权有权利职权 其次序与原抵押权同 给付义务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向抵押人为给付者 对于抵押权人不生效力 抵押物因回损而得受之赔偿或其他利益 准用前三项之规定 第二节最高限额抵押权 第881之一条 称最高限额抵押权者 为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动产为善保 就债权人对债务人一定范围内之不特定债权 在最高限额内设定之抵押权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 以由一定法律关系所生之债权或 基于票据所生之权利为限 基于票据所生之权利 除本于与债务人兼依前向一定法律关系取得者外 如抵押权人细于债务人已停止支付 开始清算程序 或依破产法有和解 破产之申请或有公司重整之申请 而仍受让票拒折 部署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 但抵押权人不知其情势而受让者 不在此限 第881-2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人就已确定支援债权 仅得于其约定之最高限额范围内 行使其权利 前向债权之利息 持延利息 违约金 与前向债权合计不于最高限额范围者 一同 第881-3条 原债权确定前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得约定 变更第881条之一 第二项锁定债权之范围或其债务人 前向变更无需得后 次序抵押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同意 第881-4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得约定其所担保 原债权应确定之其日 并得于确定之其日前 约定变更之 前向确定之其日 自抵押权设定时起 不得于30年 于30年者 缩短为30年 前向期限 当事人得更新之 第881-5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原债权 未约定确定之其日者 抵押人或抵押权人得随时请求确定其所担保之原债权 前向情形 除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另有约定外 自请求之日起 经15日为其确定其日 第881-6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 于原债权确定前让与他人者 其最高限额抵押权不随同一转 第三人为债务人清偿债务者 一同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 于原债权确定前经第三人承担其债务 而债务人免其责任者 抵押权人就该承担之部分 不得行使最高限额抵押权 第881-7条 原债权确定前 最高限额抵押权之抵押权人 或债务人违法人而有合并之情形者 抵押人得自知息合并之日起15日内 请求确定原债权 但自合并登记之日起已于30日 或抵押人为合并之当事人者 不在此限 有前项之请求者 原债权于合并时确定 合并后之法人 应于合并之日起15日内通知抵押人 其未为通知致抵押人受损害者 应付赔偿责任 前三项之规定 于第306条 或法人分割之情形 准用之 第881-8条 原债权确定前 抵押权人经抵押人之同意 得将最高限额抵押权之全部 或分割其一不让与他人 原债权确定前 抵押权人经抵押人之同意 得使他人成为最高限额抵押权之共有人 第881-9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为数人共有者 各共有人按其债权额比例分配 其得优先受长支嫁金 但共有人于原债权确定前 另有约定者 从其约定 共有人得依钱向按债权额比例分配之权利 非经共有人全体之同意 不得处分 但已有应有部分之约定者 不在此限 第881-10条 未同一债权之担保 余数不动产上设定最高限额抵押权者 如其担保之原债权 仅其中一不动产发生确定市由时 各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原债权均归于确定 第881-11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不因抵押权人 抵押人或债务人死亡而受影响 但经约定为原债权确定之市由者 不在此限 第881-12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原债权 除本节令有规定外 因下列市由之一而确定 1. 约定支援债权确定其日借智者 2. 担保债权之范为变更或因其他事由 支援债权不继续发生者 3. 担保债权所由发生之法律关系经终止或因其他事由而消灭者 4. 债权人拒绝继续发生债权 债务人请求确定者 5. 最高限额抵押权人生请裁定拍卖抵押物 或依第873条之一之规定为抵押物所有权移转之请求时 或依第878条规定定利契约者 6. 抵押物因他债权人生请强制执行经法院查封 而为最高限额抵押权人所窒息 或经执行法院通知最高限额抵押权人者 但抵押物之查封经撤销时 不在此线 7. 债务人或抵押人经裁定宣告破产者 但其材定经废弃确定时 不在此线 第881条之五第二项之规定 于前项第四款之情形 准用之 第一项第六款弹书及第七款弹书之规定 于原债权确定后 已有第三人受让担保债权 或以该债权为标地物设定权利者 不是用之 第881之13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原债权确定是由发生后 债务人或抵押人得请求抵押权人结算实际发生之债权额 并得就该金额请求变更为普通抵押权之登记 但不得于原约定最高限额之范围 第881之14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原债权确定后 除本节令有规定外 其担保效力不及于继续发生之债权或取得支票 具上之权利 第881之15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债权 其请求权已因时效而消灭 如抵押权人于消灭时效完成后 五年间不实行其抵押权者 该债权不再属于最高限额抵押权担保之范围 第881之16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所担保之原债权确定后 于时既债权额超过最高限额时 为债务人设定抵押权之第三人 或其他对该抵押权之存在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 于清偿最高限额维度支金额后 得请求图消其抵押权 第881之17条 最高限额抵押权除第861条第二项 第869条第一项 第870条 第870条之一 第870条之二 第880条之规定外 准用关于普通抵押权之规定 第三节其他抵押权 第882条 地上权 浓郁权及点权 均得为抵押权之标第五 第883条 普通抵押权及最高限额抵押权之规定 于前条抵押权及其他抵押权准用之 第七章 执权 第一节 动产执权 第884条 称动产执权者 为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 以转占有而供其债权担保之动产 得救该动产卖得价金优先受长执权 第885条 职权之设定 因供担保之动产已转于债权人占有而生效力 职权人不得使出制人或债务人代自己占有制务 第886条 动产之受制人占有动产 而受关于占有规定之保护者 纵出制人无处分其制务之权力 受制人仍取得其职权 第887条 职权所担保者为原债权 利息 持延利息 为约金 保存制务之费用 实行职权之费用 即因制务引有瑕疵而生之损害赔偿 但契约另有约定者 不在此限 前项保存制务之费用 以避免制务价值减损所必要者为限 第888条 职权人应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保管制务 职权人非经出制人之同意 不得使用或出租其制务 但为保存其物之必要 而使用者 不在此限 第889条 职权人得收取制务所生之之息 但契约另有约定者 不在此限 第890条 职权人有收取制务所生之息之权利者 应以对于自己财产同意之注意 收取资息 并为计算 前项资息 先抵充费用 四抵原债权之利息 四抵原债权 资息如需变价使得抵充者 其变价方法准用实行职权之规定 第891条 职权人于职权存续中 得以自己之责任 将制务转制于第三人 其因转制所受不可抗力之损失 亦应负责 第892条 因制务有腐坏之余 或其价值鲜有减少 足以害及职权人之权利者 职权人得拍卖制务 以其卖得嫁金 代冲制务 前项情形 如经出智人之请求 职权人应将嫁金提存于法院 职权人借债权清长期 而未受清长者 得旧提存物时 行其职权 第893条 职权人于债权已借清长期 而未受清长者 得拍卖制务 就其卖得嫁金 而受清长 约定于债权已借清长期 而未为清长时 智务之所有权已属于职权人者 准用第873条之一之规定 第894条 前二条情形 职权人应于拍卖前 通知出智人 但不能通知者 不在此线 第895条 第878条之规定 于动产职权准用之 第896条 动产职权所担保之债权消灭时 职权人应将职务返还于有受领权之人 第897条 因职权人将职务返还于出制人或交付于债务人而消灭 返还或交付制务时 为职权继续存在之保留者 其保留无效 第898条 职权人丧失其职务之战友 于二年内为请求返还者 其动产职权消灭 第899条 动产职权 因职务灭尸而消灭 但出制人因灭失德受赔偿或其他利益者 不在此限 职权人对于前向出制人所得行 使之赔偿或其他请求权仍有职权 其次序与原职权同 给付义务人因故以或重大过失 向出制人为给付者 对于职权人不生效力 前向情形 职权人得请求出制人交付其给付物 或提存其给付之金钱 制物因回损而得受之赔偿或其他利益 准用前四项之规定 第899之一条 债务人或第三人得提供其动产为善保 就债权人对债务人一定范围内之不特定债权 在最高限额内设定最高限额值权 前向值权之设定 除以转动产之占有外 并应以书面为之 关于最高限额抵押权 及第884条至前条之规定 于最高限额值权准用之 第899之二条 职权人系经徐可以受制为营业者 仅得救治物行使其权利 出职人位于取书其兼戒满后 五日内取书其职务时 职权人取得职务之所有权 其所善保之债权同时消灭 前向值权 不是用第889条至第895条 第899条 第899条之一之规定 第二节 权力值权 第900条 称权力值权者 未以可让与之债权 或其他权力为标地物之值权 第901条 权力值权 除本节有规定外 准用关于动产值权之规定 第902条 权力值权之设定 除以本节规定外 并应依关于其权力让与之规定为之 第903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权力 非经值权 非经值权人之同意 初置人不得以法律行为 使其消灭或变根 第904条 以债权为标地物之值权 其设定应以书面为之 前向债权 有证书者 初置人 有交付之义务 第905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以金钱给付为内容 而其清偿期先于其所善保债权之清偿期者 值权人得请求债物人提存之 并对提存物行使其值权 为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以金钱给付为内容 而其清偿期后 于其所善保债权之清偿期者 值权人于其清偿期借之时 得救善保之债权额 为给付之请求 第906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以金钱以外之 动产给付为内容者 于其清偿期借之时 值权人得请求债物人 给付之 并对该给付物有值权 第906之一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以不动产物权之设定 或已转为给付内容者 于其清偿期借之时 值权人得请求债物人 将该不动产物权设定 或已转于出职人 并对该不动产物权有抵押权 前向抵押权应于 不动产物权设定 或已转于出职人时 一并登记 第906之二条 值权人于所担保债权 清偿其借质而未受清偿时 除依前三条之规定外 亦得依第893条第一项 或第895条之规定时 行其值权 第906之三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如得因一定权力之行使 而使其清偿其借质者 值权人于所担保债权 清偿其借质而未受清偿时 亦得行使该权力 第906之四条 债务人依第905条第一项 第906条 第906条之一为提存或给付时 值权人应通知出之人 但无拥得其同意 第907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其债务人受值权设定之通知者 如向出置人或值权人一方为清偿时 应得他方之同意 他方不同意时 债务人应提存其为清偿之给付物 第907之一条 未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其债务人于受值权设定之通知后 对出置人取得债权者 不得以该债权予为值权标地物之债权 主张抵消 第908条 值权已未记载权利人之有价证券为标地物者 因交付其证券于值权人 而生设定值权之效力 以其他之有价证券为标地物者 并应依背书方法为之 前项背书 得记载设定值权之一指 第909条 值权已未记载权利人之有价证券 票据 或其他依背书 而让与之有价证券为标地物者 其所担保之债权 纵未借清偿其 值权人仍得收取证券上应受之给付 如有使证券清偿其借置之必要者 并有违通知或依其他方法使其借置之权利 债务人 债务人亦仅得项值权人为给付 前项收取之给付 适用第905条 第一项或第906条 之规定 第906条 第906条 之三之规定 予以证券为标地物之值权 准用之 第910条 值权已有价证券为标地物者 其付属于该证券之利息证券 定其金证券或其他附属证券 以以交付于值权人者为限 亦为值权效力所及 附属之证券 细于值权设定后发行者 除令有约定外 值权人得请求发行人 获出智人交付之 第8章 点权 第911条 称点权者 为支付点价在他人之不动产为使用 收益 于他人不回熟时 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之权 第912条 点权约定期限不得于30年 于30年者缩短为30年 第913条 点权之约定期限不满15年者 不得富有到其部署及做绝脉之条款 点权负有绝脉条款者 初点人与点旗借满不以原点价回熟时 点权人即取得点物所有权 绝脉条款非经登记 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914条 删除 第915条 点权存续中 点权人得将点物转点或出租于他人 但另有约定或另有习惯者 依其约定或习惯 点权定有期限者 其转点或租赁之期限 不得于原点权之期限 未定期限者 其转点或租赁 不得定有期限 转点之点价 不得超过原点价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 物同属一人所有 而为同一人设定点权者 点权人就该点物不得分离 而为转点或就其点权分离而为处分 第916条 点权人对于点物因转点或出租 所受之损害 负赔偿责任 第917条 点权人得将点权让与他人或设定抵押权 点物为土地 点权人在其上有建筑物者 其点权与建筑物 不得分离而为让与或其他处分 第917条 点权人应依点物之性职为使用收益 并应保持其得永续利用 点权人违反前项规定 经初点人阻止而仍继续为之者 初点人得回属其点物 点权经设定抵押权者 并应同时将该阻止之四十通知抵押权人 第918条 初点人设定点权后 得将点物让与他人 但点权不因此而受影响 第919条 初点人将点物出卖于他人时 点权人有以相同条件流买之权 前项情形 初点人应以书面通知点权人 点权人于收受出卖通知后 10日内部以书面表示 依相同条件流买者 其流买权势为抛弃 初点人违反前项通知之规定 而将所有权移转者 其移转不得对抗点权人 第920条 点权存续中 点物因不可抗力至全部或一部灭尸者 就其灭尸之部分 点权与回属权 均归消灭 前项情形 初点人就点物之余存部分 为回属时 得由原点价扣除 灭尸部分之点价 其灭尸部分之点价 一灭尸时灭尸部分之价值 与灭尸时点物之价值比例计算之 第921条 点权存续中 点物因不可抗力至全部或一部灭尸者 除今初点人同意外 点权人仅得于灭尸时灭尸部分之价值限度内为重建或修缠 原点权对于重建之物 视为继续存在 第922条 点权存续中 因点权人之过失 致点物全部或一部灭尸者 点权人于点价额限度内 负其责任 但因故已或重大过失 致灭尸者 除将点价抵偿损害外 如有不足 仍应赔偿 第922之一条 因点物灭尸受赔偿而重建者 原点权对于重建之物 视为继续存在 第923条 点权定有其献者 于其献件满后 初点人得以原点价回属点物 初点人于点其献满后 经过二年 不以原点价回属者 点权人即取得点物所有权 第924条 点权未定其献者 初点人得随时以原点价回属点物 但自初点人 但自初点后经过三十年 不回属者 点权人即取得点物所有权 第924之一条 经转点之点物 初点人向点权人为回属之意思表示时 点权人不于相当期间 向转点权人回属并图销 转点权登记者 初点人得于原点价范围内 以最后转点权进向最后转点权人回属点物 前向情形 转点权低于原点价者 点权人或转点权人得向初点人 请求原点权与转点权兼之差额 初点人并得为各该请求全人提存其差额 前二项目 前二项规定 于下列情形亦是用之 一 点权人预示拒绝图销转点权登记 二 点权人行踪不明或有其他情形 至初点人不能违回属之意思表示 第九百二十四之二条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筑物同属一人所有 而仅以土地设定点权者 点权人与建筑物所有人间 推定在点权或建筑物存序中 有租赁关系存在 其仅以建筑物设定点权者 点权人与土地所有人间 推定在点权存序中 有租赁关系存在 其分别设定点权者 点权人相互间 推定在点权均存序中 有租赁关系存在 前项情形 其租金数额当事人不能协议时 得请求法院以判决定之 依第一项设定点权者 与点权人依第913条第二项 第923条第二项 第924条规定取得点物所有权 至土地与建筑物各一起所有人时 准用第838条之一规定 第925条 初点人之回熟 应于六个月前通知点权人 第926条 初点人于点权存序中 表示让与其点物之所有权 于点权人者 点权人得按时价找贴 取得点物所有权 前项找贴 以一次为限 第927条 第927条 点权人应支付有益费用 使点物价值增加 或依第921条规定 重建或修缮者 于点物回熟时 得于现存利益之限度内 请求偿还 第839条规定 于点物回熟时准用之 点物为土地 初点人同意点权人 在其上营造建 竹物者 除令有约定外 于点物回熟时 应按该建竹物之时 驾补偿之 初点人不愿补偿者 于回熟时 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 初点人愿依前项规定 为补偿而 就实驾不能协议时 得申请法院 才定之 其不愿依 才定之时 驾补偿者 于回熟时 亦视为已有地上权之设定 前二项 视为已有地上权设定之情形 其地租 其间及范围 当事人不能协议时 得请求法院 已判决定之 第9章 刘志全 第928条 称刘志全者 为债权人占有他人之动产 而其债权之发生 与该动产有牵连关系 与债权已借倾 长期未受倾偿时 得刘志该动产之权 债权人因侵权行为 或其他不法之原因 因而占有动产者 不是用前项之规定 其占有之始明之 或因重大过失 而不知该动产非为债务人 所有者 亦同 第929条 商人兼因营业关系而占有之动产 与其因营业关系所生之债权 是唯有前条所定之牵连关系 第930条 动产之留置 违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不得为之 其与债权人应负担之义务 或与债权人债务人兼之约定 相抵触者 一同 第931条 债务人无支付能力时 债权人纵于其债权未借倾 偿其钱 亦有留置权 债务人于动产交付后 成为无支付能力 或其无支付能力于交付后 使为债权人所知者 其动产之留置 纵有前条所定之抵触情形 债权人仍得行使留置权 第932条 债权人于其债权未受全部倾偿钱 得救留置物之全部 行使其留置权 但留置物为可分者 仅得依其债权与留置物价之之比例行使之 第932之一条 留置物存有所有权以外之物权者 该物权人不得以之对抗善意之留置权人 第933条 第888条至第890条及第892条之规定 于留置权准用之 第934条 债权人因保管留置物所支出之必要费用 得向其物之所有人 请求偿还 第935条 删除 第936条 债权人于其债权已借清偿其而未受清偿者 得定一个月以上之相当期限 通知债务人 声明如不于其期限内为清偿时 即就其留置物取偿 留置物为第三人所有或存有其他物权而为债权人所支者 因并通知之 债务人或留置物所有人不于前向其限内为清偿者 债权人得准用关于实行职权之规定 就留置物卖得支价金优先受偿 获取得其所有权 不能为第一项之通知者 于债权清偿其借之后 经过六个月仍未受清偿时 债权人亦得行使前向锁定之权利 第937条 债务人或留置物所有人为债务之清偿 已提出相当之担保者 债权人之留置权消灭 第897条至第899条之规定 于留置权准用之 第938条 删除 第939条 本章留置权之规定 于其他留置权准用之 但其他留置权令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第10章 战友 第940条 对于物有四十上管领之力者 为战友人 第941条 地上权人 农育权人 典权人 执权人 承租人 受寄人 或基于其他类四支法律关系 对于他人之物为占有者 该他人为间接占有人 第942条 受雇人 学徒 家属或基于其他类四支关系 受他人之指示 而对于物有管领之力者 仅该他人为战友人 第943条 战友人于战友物上行使之权利 推定其是法有此权利 前项推定 于下列情形不适用之 一 战友已登记之不动产而行使物权 二 行使所有权以外之权利者 对使其占有之人 第944条 战友人推定其为以所有之意思 善意 和平 公然及无过失占有 经正明前后两时为占有者 推定前后两时之间 继续占有 第945条 战友依其所有发生之四十之性之 无所有之意思者 其战友人对于使其战友之人表示 所有之意思时起 唯以所有之意思而战友 其因心四十变唯以所有之意思 战友者 一同 使其战友之人 非所有人 而战友人 于为前项表示时 以之战友物之 所有人者 其表示并应 向该所有人为之 前二项规定 于战友人 以所有之意思 战友便为 以其他意思 而战友 或以其他意思 或以其他意思之战友 便为以不同之其他意思 而战友者 准用之 第九百四十六条 战友之移转 因战友物之交付 而生效力 前项移转 准用第七百六十一条 之规定 第九百四十七条 战友之计成人 或受让人 得救自己之战友 或将自己之战友 与其前战友人之战友 合并 而为主张 合并前战友人之战友 而为主张者 并应承计其瑕疵 第九百四十八条 以动产所有权 或其他物权之 以转或设定为目的 而善意受让 该动产之战友者 纵其让与人 无让与之权力 其战友仍受 法律之保护 但受让人明知 或因重大过失 而不知让与人 无让与之权力者 不在此限 动产 占有之受让 细一 第七百六十一条 第二项 规定为之者 以受让人 受现实交付 且交付时 善意为现 使受前项 规定之保护 第九百四十九条 战友物如细道赃 以施物或其他 非基于原战友人之意思 而丧失其战友者 原战友人 自丧失战友之时 其二年以内 得向善意受让 之限战友人 请求回复其物 依前项规定 回复其物者 自丧失其战友时起 回复其原来之权力 第九百五十条 道赃 以施物或其他 非基于原战友人之意思 而丧失其战友之物 如现战友人 由公开交易场所 或由贩卖 与其物同种之物之商人 以善意买得者 非常还其支出之价金 不得回复其物 第九百五十一条 道赃 以施物或其他 非基于原战友人之意思 而丧失其战友之物 如系金钱 或未记载 全力人之有价证券 不得向其善意 受让之限战友人 请求回复 第九百五十一之一条 第九百四十九条 及第九百五十条 规定 于原战友人为恶意 战友者 不是用之 第九百五十二条 善意战友人于推定 其为释法所有之权力 范围内 得为战友物之使用 收益 第九百五十三条 善意战友人 就战友物之灭失或毁损 如系因可归 则于自己之 是有所致者 对于回复请求人 仅以灭失或毁损 所受之利益为限 付赔偿之责 第九百五十四条 善意战友人 因保存战友物 所支出之必要费用 得向回复请求人 请求偿还 但已就战友物 取得资稀者 不得请求偿还 通常必要费用 第九百五十五条 善意战友人 应改良战友物 所支出之有益费用 于其战友物 现存之增加价值限度内 得向回复请求人 请求偿还 第九百五十六条 恶意战友人 或无所有益死之战友人 就战友物之灭失或毁损 如系因可归 则于自己之事有所致者 对于回复请求人 付赔偿之责 第九百五十七条 恶意战友人 因保存战友物 所支出之必要费用 对于回复请求人 得依关于无因管理之规定 请求偿还 第九百五十八条 恶意战友人 付返还资稀之义物 其资稀如已消费 或因其过失而回损 或待于收取者 付偿还其资稀价金之义物 第九百五十九条 善意战友人 自却知其无战友本权时起 为恶意战友人 善意战友人于本权诉讼败诉时 自诉状送达之日起 是为恶意战友人 第九百六十条 战友人 对于侵夺或妨害其战友之行为 得以己力防御之 战友物被侵夺者 如戏不动产 战友人得于侵夺后 及时排除加害人 而取回之 如戏动产 战友人得就地 或追踪向加害人 取回之 第九百六十一条 依第九百四十二条 所定对于物有管领力之人 亦得行使前条 所定战友人之权利 第九百六十二条 战友人 其战友被侵夺者 得请求返还其战友物 战友被防害者 得请求除去其防害 战友有被防害之余者 得请求防止其防害 第九百六十三条 前条请求权 自侵夺或防害战友 或危险发生后 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第九百六十三之一条 数人共同战友遗物时 各战友人得就战友物之全部 行使第九百六十条 或第九百六十二条之权利 依前项规定 取回或返还之战友物 仍为战友人全体战友 第九百六十四条 战友 因战友人丧失其对余物之 四十上管领力而消灭 但其管领力 仅一时不能实行者 不在此线 第九百六十五条 数人共同战友遗物时 各战友人就其战友物 使用之范围 不得互相请求战友之保护 第九百六十六条 财产权 不因物之战友而成立者 行使其财产权之人 为准战友人 本章关于战友之规定 于前向准战友准用之